我们来看这道题考察浮点数的运算 那么首先我们知道浮点数的运算分四个步骤 但是作为一道选择题 我们应该先观察一下选项和题目 首先这里要计算的是x-y 也就是一个负数减掉一个正数 那么首先可以确定的是 它减下来应该还是一个负数 并且是一个绝对值比原来两个数都大的一个负数 那么有了这个结论之后 我们来观察一下选项 首先前三个选项它们都是负数 可以看到符号位都是1 而区别在哪里呢 就是数的绝对值的问题 我们知道绝对值增大可以体现在结码增大 也可以体现在尾数增大对不对 而a和c当中这个结码变成了01 也就是这里的1 这个结码变成了00就更夸张了对吧 a和c跟原来的这两个数相比 都是肯定要小的 所以我们大胆的猜测 有可能就是b 因为它的结码体现出了增大的这个趋势 那么接下来就是验证一下我们的结论 按照标准步骤来计算一下 第一步还没有到负电数的加点计算 而是首先需要把我们的数据 先转化成负电数的表示形式 怎么转化呢 大家可能不太习惯 我们先观察一下这个0.875 它是 首先它是7%对不对 那么转化的过程就是 先不管这个分母8 而是把这个7先写成二进制形式 那么它应该是三个1吧 111代表二进制的7 这个8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8它是2的三次方 那么写在分母上 也就是除以2的三次方对不对 而除2的多少次方 这个在二进制当中就相当于右移吧 那么我们只要把小数点 把整个数右移 把小数点往左边 这样移三位 也就是说原来小数点应该是在最后这个移的后面 现在往前移位 两位三位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0.875 它对应的 辅典数的表示形式 或者说对应的小数的表示形式 那么结码就暂时不用动它对吧 像对应的Y 我们也做相应的处理 它首先是5分之5 然后5是101 同样还是分母18 所以右移三位得到了0.101 然后它对应的结码是2 那么我们按照辅典数 本题要求的辅典数的格式 把这两个数可以写出来 当然这里要注意 我们刚刚所说 所计算的这个0.875 是按照一个正数来算的 对吧 现在它是一个负数 所以考虑到这个负号的影响 我们把符号位取为1 然后数值位111 先取反变成三个0 然后加1就得到了001 这个是X 而Y 我们先把它这个原值 正数的这个值写出来 它就是 结码回2 结码在这 然后结幅是0吧 是一个正2的结码 现在它暂时是一个正数 所以我们直接把0.101 直接搬下来 然后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所要计算的是 X-Y吧 X-Y的话 就是X加上-Y吧 所以Y它也要变成负数 当然在变成负数之前 我们先把X做一下对接 对接就是 把它们的结码这个位置 调成一样的 是小结向大结对齐 也就是X向Y对齐 那么结码加1 相应的尾数要右移 而这里补码 右移之后 高位要填的是1 这个是填补的规律 大家忘记的话 去复习一下 补码右移 高位填1 左移 低位填的是0 那么X算好之后 我们把Y转化成对应的负外 也是同样的做法吧 知道了 Y的正数的形式 要转化成负数 就是连符号位一起 取反加1 或者我们把符号位单独考虑 因为这个相当于 圆码 如果先转化成圆码的话 应该是符号位变成1就行 然后转化成对应的补码 是不是数值位 取反加1 我们的结论还是一句的 最后得到了负外的这个补码 接下来就是尾数相加了吧 把他们的尾数 1011和110拿出来 单独的相加 加一下发现 符号位产生了经位 感觉上像是溢出了 但是在符点书当中 还有一部规格化的过程 规格化之后 如果还是溢出 它才是真正的溢出 所以我们不用急着下结论 先规格化 那么规格化的做法就是 尾数又移1位 然后对应的结码要加1吧 那么这里尾数又1 把下面的低位的1丢掉了 这个高的符号位就移过来 那这个时候就没有溢出了吧 但是相应的结码要加1 结码加1刚好也没有溢出 那么所以整个数是没有溢出的 那么得到了最后我们的计算结果 就是把各种结幅 结码数幅和尾数 写到相应的位置 可以发现刚好就是我们刚刚的B 那么这道题将结结束